大家好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品读鲁迅先生的散文《秋叶》 这篇文章写于1924年9月的北京 当时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互勾结实行统治的情况下 中国北方的民主革命处于低潮 同时五四退朝后新文化战线发生了分裂 思想界起了巨大分化 原来同一战争中的伙伴 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 而且北京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又掀起一股提倡国粹 整理国故 妄图将青年重新拉回固纸堆的复古思潮 面对这些社会的变故和强大的统治势力 作者鲁迅不免孤寂 彷徨 时而感到一种成了游泳 步步成振的苦闷 但他没有丧失勇气和信心 一方面急切地找寻生力军 一方面孤军奋战 坚忍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这篇散文诗正是作者在这种思想情感下所创作的 全篇的核心是对枣树的赞美 作者饱含深情 不惜笔墨塑造枣树这一战斗者的形象 他饱经沧桑 不仅经凡霜霜的虐杀 还有孩子们来打枣 甚至给他留下皮伤 他清醒冷静 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 也知道落叶的梦 他知道有希望也有困难 因而他不靠虚妄的幻想支撑自己 而执着于现实的战斗 他顽强不拘 他认准敌人绝不放过 默默地铁色地直刺着奇怪 而高的天空 及其帮凶月亮 他坚韧不拔 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 面对顽敌 他都一意要治他的死命 不管他各式各样地 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绝不轻易退下来 正是有这样的无畏 而负任性精神的战士 貌似强大的敌人天空 不安了 仿佛想离开人间 避开枣树 月亮也窘得发白 继而暗暗躲到东边去了 作者把憎恨和鄙厌 刺向那夜空 把强烈的激情和赞美 给了早述 这是对任性战斗精神 深情的理赞 那一无所有 无私无畏 满身伤痕 而又不屈不挠的战士形象 给处在黑暗重压下的人们 以力量的象征 这也是作者鲁迅任性战斗精神的写照 在对世外的早述描写之后 一个转折过渡段 写《夜有鸟》和自己的笑声 《夜有鸟》指猫头鹰一类 从上下文的联系中可以理解为 是早述的助威者 是死寂的暗夜的破坏者 在重如磐石 鸭的人喘不过气来的黑夜里 虽有早述的默默的战斗 仍不免有孤独奋勇的沉闷感 而《夜有鸟》挖的一声战叫 如一道闪电 撕开了厚重的夜幕 如一声惊雷 正想在渺渺长空 陡然增添了战斗者的生气 与此紧密联系的是 作者的夜半的笑声 如果说《夜有鸟》的叫声 是反叛者的呐喊 那么 作者的笑声 则是胜利者的宣言 在这回应在夜空中的笑声里 有对恶势力的嘲弄 也有对战斗者的赞叹 这人的笑声 与鸟的叫声相应和 给人以力量和希望 文章最后着重写小青虫 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调 称颂小青虫为追求光明 而不惜牺牲的精神 虽然小青虫有些马撞 有的被烧死 有的在灯的纸罩上喘气 但作者对他们的斗争热情 充满了敬意 因为时代需要的 是不问成败 而要战斗的人们 所以作者对小青虫 活着的表示敬意 死了的表示祭奠 作者对小青虫的描写 也进一步衬托了 枣树的成熟 执着和刚强 表现了作者 寄希望于广大的 如小青虫一样的青年 更快地成长起来 同枣树一样 进行更有力的战斗 作者通过对秋叶 所见所感的书写 刻画了枣树 敢于正视现实 敢于反抗恶势力的 韧性战斗精神 表达了对恶势力的 憎恶和蔑视 对弱小的被压迫者的同情 以及对追求光明的 奋斗者的热诚赞颂 在艺术上 作者刻意将景物人格化 并借景物所赋予的 特定象征意义 触及时事 借景舒怀 托物寓意 使其既符合自然景物的特征 又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 作者还采用环境烘托 正反形象对比 等多种手法 着力塑造 枣树的形象 从而深化了主题 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 这些作者的深层寓意 只有通过对作品的反复阅读 才能发现和领会 下面 让我们在早秋的月光下 再静静地重温 鲁迅先生的这篇散文 秋夜 在我的后院 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 一株是枣树 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 奇怪而高 我生平没有见过 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 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 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 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 闪闪地闪着几十个星星的眼 棱眼 它的口角上献出微笑 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 而将繁霜 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 真叫什么名字 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 我记得有一种开过 极细小的粉红花 现在还开着 但是更极细小了 它在冷的液气中 色缩地做梦 梦见春的到来 梦见秋的到来 梦见兽的诗人 将眼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 告诉他秋虽然来 冬虽然来 而此后接着还是春 蝴蝶乱飞 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 他于是一笑 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 仍然色缩着 枣树 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 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 来打他们 别人打剩的枣子 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 连叶子也落尽了 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 秋后要有春 他也知道落叶的梦 春后还是秋 他简直落尽叶子 单胜杆子 然而脱了当初 满树式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 嵌生着很舒服 但是有几只还低压着 护定他从打枣的干烧 所得的皮伤 而最直最长的几只 却以默默的 铁色的 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使天空闪闪的鬼闪眼 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 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闪眼的天空 月亮越加非常之蓝 不安了 仿佛想离去人间 避开枣树 只将月亮剩下 然而月亮也暗暗地 躲到东边去了 而一无所有的甘子 却仍然默默地 铁色地直刺着奇怪 而高的天空 一意要治他的死命 不管他各式各样地 闪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 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 痴痴的 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 然而四周的空气都映合着笑 夜半没有别的人 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 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 回进自己的房 灯火的袋子 也即刻被我悬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 叮叮地响 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 不多久几个进来了 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 他们一进来 又在玻璃的灯罩上 撞得叮叮地响 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 他于是遇到火 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 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 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 雪白的纸 折出波浪纹的叠痕 一脚还画出一只新红色的枝子 新红的枝子开花时 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 轻葱地弯成弧形了 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 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 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 头大 北小 像日葵子似的 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 变身的颜色 苍翠地可爱 可怜 我打一个喝欠 点起一支纸烟 喷出烟来 对着灯 默默地禁忌 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1924年9月15日 鲁迅先生的秋叶 今天就品读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